Hello 大家好 我是DJ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在2023年9月14日 我与内人一起到上海之游行的一个过程 首先呢 我们是搭台湾高铁 从台南站一直搭到桃园站 当初在购买机票的时候 也就是跟航空公司一起合并购买台湾高铁 从台南到桃园及桃园回到台南的一个来回票 事先购买 这个高铁票就有所折扣 目前所看到的是我们台湾高铁的时速达到270几公里 这是一般正常的时速 我们到达桃园站之后下车之后可以转机节 往桃园机场第二航下的方向 那影片看到是机节车厢 到达桃园机场第二航下时 我们下了机节之后 就用步行的方式前往搭守护梯 当然如果你不搭守护梯的话 在这边也会有电梯可以搭乘 如果你有大街行李的话 建议你是可以走电梯的方向 而不要走守护梯 走守护梯只要上上上面一层 上面一层之后就是出口处 这是机节二航下的出口处 出去之后呢 我建议各位往右手走 右手走的时候呢 会看到有一个美食区 在这美食区有很多 可以让你填饱肚子的一些餐饮 包括7-11在这边也都是有设柜台 享受好美食之后 我们就往三楼出镜大厅的方向前进 到达出镜大厅首先会看到航班的资讯 之后找到自己要办理行李托运 以及收取登机牌的位置 我们今天搭的是MU 所以说在2号柜台办理手续 办完手续之后呢 就沿着指标 导引到出镜的一个入口处 那我们就沿途沿着这个 大厅大概是在12号柜台 那个附近就会看到 我们准备出镜的一个入口处 在这边呢 先准备好自己的一个登机牌 以及护照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进去 开始办理出镜的一些相关手续 因为里面不可以拍摄 出镜的一些相关 我们海关那边不可以拍摄 这段影片就先拍到入口处这里 那就暂且暂停一下 之后我们整个手续办完之后呢 出去之后就会从闸门出去 从闸门出来之后呢 往右手边会有个BC的通道这里 这附近是在机场内免税区的部分 那我一般都会到深恒舱的部分去购买 而不去采蒙那部分去购买 这是有原因的 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方便说 反正我只要在台湾免税店 我唯一的就是只会跟深恒舱购买 而不会去跟采蒙购买 这个是有一个惨痛的教训 OK我们就看一看在过了安检之后 咱们出来的之后一些 这个机场美税区的一个景色 给各位参考看看 当然我们最佳女主角 也不会放弃在美税区购买的机会 那今天很幸运的遇到这一位 深恒舱服务人员非常的亲切 而且服务品质非常的不错 讲解非常的细心 那我们这家女主角 也就跟她购买了一些化妆品 那目前这是结账的情形 我们这家女主角买东西 你服务如果很贴切 她自然就会出手买东西 笑得很开心 可见她购物购物的非常开心 买完东西之后呢 我们出来就要看有往AD 还是往BC的方向 这个标示的很清楚 你就看你的登机牌 在哪一个位置去做登机 是哪个通道 就往那个通道方向走去就对了 今天我们搭乘的航班呢 是安排在地区 那现在就步行往地区的方向前进 有点东西 然后你 Knowledge 去 i 去 去 你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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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人比较聪明 放着自己拍 这是在机场通道里面的两个景色 一个东西横满公路 还有泰鲁格 提醒各位如果近期要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话 就如同我们一样 那时间都要去扫他们一个健康申报 用手机去扫条码 看你属于哪个系列就可以扫 照片中这是我先前在大陆的时候所拍的 扫进去之后因为我先前曾经登录过 它就会跳出这个 如果我都没什么变化 我直接按没变化的部分把它按下去 就直接可以进去通报完成 那如果说您不是像我这样曾经去过大陆 第一次去的话你要填写就知道它上面会有指示 包括航班什么都要填写的很详实 尤其台报证的号码 那些都是实名上的一个登记 以下是要提醒各位要去之前先下载的APP 例如百度 这可以搜寻大陆相关的一些东西 百度上都会告诉你 再来就是百度地图 你出外人在哪里定位 包括坐车都可以用这个软件 那再来是12306 这是大陆订火车票 也就是动车高铁专门火车 用这个去订票 再来这微信呢 它里面也有微信支付 这些都可以使用 再来支付宝 这个比较好用 支付宝在台湾用信用卡就可以办了 再来这个西城 就是你订酒店啊 订交通 轿车都可以 好的 回到主题 这就是今天我们预计搭的MU5008航班的飞机 再加速慢慢的慢慢的加速加速加速 往前冲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往前冲了 开始滑行了 慢慢的气头就慢慢的回拉起来 就准备往上海的方向飞去了 志农 需要留意 再次输入 参谱 在这边 继续 缓到 而 后备 都 推 那 金 这 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这是飞机上面所提供的飞机餐 那是凉面 还好我从麦当劳带了糖醋酱 加在这个凉面上 变得特别的好吃 除了这个以外 它还有提供瓶水以及咖啡 大概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来用餐 为什么呢 因为飞机等一下马上就要降落了 用完餐没多久 我们就已经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 下了飞机之后 就跟着这个指标走就对了 上海浦东机场设立的指标设立的非常非常的完善 那在机场内又要搭乘的接驳和电链车 那电链车上面呢 等一下 各位会看到的所谓的国外座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完善 影片最后为各位介绍在浦东机场里面的卫生间 也就是所谓的厕所 这边的厕所非常的明亮 非常的干净 而且保洁人员随时都有在打扫 感觉上一点意味都没有 上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有机会大陆值得大家来走一走 希望大家有空就到大陆逛一逛走一走 多了解一下目前的大陆现况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 感谢您今天的观赏 后会有期